一期阅读朝鲜王超实录 单元九 上文体制之改革 大家好,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我是张元亭 请参考朝鲜王超实录的网站 这样子被绑架到日本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好像他们没有完全恢复战争之前的这种生活 所以对下阶层的老百姓来讲 一次发生战争 他们永远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 朝鲜朝廷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他们有什么改革的心情 然后他们实际上有没有进行思想的转变 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 朝鲜的上文体制怎样形成的 1392年朝鲜朝廷有文武合作的方式 来完成朝鲜建国 所以一开始的话 武将出身的李承贵成为国王 然后郑道川这种如则成为官僚 然后这样成立朝鲜王朝的文武制度 所以开国一开始的时候 朝鲜朝廷里面的情况 就是会有的武的风格 在政务决策的时候 武将出身的国王跟如则出身的官僚 他们的性格有一些差距 所以他们在朝廷里面讨论的时候 上文或者上无的意见上 发生有些意见的差异 虽然当初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 当然需要武力 但是已建立一个朝鲜的情况 或者当时的东亚的情势如何呢 这个时候东亚大体上仍然维持和平的政势 所以朝鲜文臣领导政势的上文之风 越来越昌盛的 武者他们在朝廷里面有什么样的困扰 武者出身的官员 他们虽然建立新国家的时候有贡献的 但是建立以后 稳定的状态下 他们处理政事的时候 他们跟文官讨论 应该也发现知识的差距嘛 所以虽然他们在外面参战的时候 优势 但是在朝廷里面讨论的时候 好像没有优势 所以武科出身或者武将 建立贡献而进来朝廷的人 他们跟文官讨论 或者做政务的时候 常常有发生这种事 我这种五成出身 所以这个不敢在这里也插嘴 或者说我的学问不够 他们有提出这种理由来辞职 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文称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也一样提出 他们没有知识 因为应该这种五将出身的 他们不可以让他当什么样的官司 这样子的 他们提出的意见非常多 所以这个朝鲜朝廷里面的风格 一开始上文上文有两种都有的 后来好像上文之风越来越强 有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到了爆发战争的时候 可能朝廷里面的人 也有机会重新思考 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考察一下 人臣恶乱当中 或者人臣恶乱结束之后 朝鲜的统治阶层 是否能彻底认识上文主张的缺点 并因而对其文武观念产生变化 而图改现更加 是吗 我们在这里也从记录确认一下 这是等一下讨论的内容的重点 这宣如提出 以后取圣禁时 圣禁 取圣禁是什么意思呢 声援禁是事 这是声援禁是事 所以声援我们这个选拔声援跟禁是的时候 要一起让他们考五役 如果有人关阁的话 这个关阁入阁的话要选拔他 宣卒非常强硬的态度 我现在提出的这个案子 补义治理 所谓一起 一起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直给校园的人商议 你们商量以后 向我报告 这样子的意思吗 想要改革的第1个案子 从宣主开始的 所以宣主他 战争的时候痛感朝鲜的有过度上文之弊 所以他怎么说呢 所以他认为目前日本入侵以后 战狂对朝鲜非常不利 战狂这样很惨的原因 他认为应该我们虚无莫解的这种习惯 导致目前的这个祸 他有这样子的想法 还有呢 我国奴生 平日是武夫如一端 代之努努力 回事于过高谈 我国文必及以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什么呢 有没有感觉到 宣主他的想法来讲的话 他认为 目前我们武器方面 有问题 或者我们军队不强 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的想法的根本就是 儒生 我们朝鲜的儒家 他们非常忽略 无声 这是无腹 然后对他们的这个 看待的非常不好 看待的就是像奴隶一样 所以一直喜欢高谈 这样子的习惯 就是文必非常严重的 所以他解决的方式是要训练 这个儒生的思考方式想要改良 所以说呢 今后取生进食 并是武艺 如冠格入格则取之 此不易之旅亦取 所以我们刚刚我前面一页也介绍的 他提出的解决方式是 要扬成一般的考生儒学 专门儒学的这个人 应该他们天天要练武 所以让他们考武艺 以前的话只看数就可以了 但现在你如果要当官的话 你先平常训练就武艺 所以他的思考方式就是要把 一般的儒生的这种想法 想要改革 是这样子 所以当时的朝鲜过度的伤稳这种弊断 是真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真的有这样子的弊断吗 我们在这里可以确认 当时明朝的援军的建军御史成效 他这样宣传忠告的 且当时波乱之日 无图上吻 必须援武 以图从亏 所以你们不要这样子 一直上吻 应该要援武 这样才可以恢复 是这样子的建议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确认 朝鲜过度上吻的弊断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确实有这样子 宣传这样下令 那 陈下朝廷里面的高官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我们在这里确认一下 宣传十六 1593年 10月22号的记录 所以1593年的话 还在战争当中 可能 明朝跟 日本之间谈合一的那个时间点 宣传在朝廷里面想要做 这样子的 宣言是今次是 考无益的那个案子 他陈下的回答 所以他们的 已经宣传再三传教 很多次 他们请他们讨论 但是在被辩士那边 讨论的结果 好像 很多人 这个是不太拖当 所以 国王问 上曰 事何言也 为什么这样子 回答说 宣曰 生进逝取之人 非但皆又若 若习武 则恐因此废习本业也 所以想要考生育金师师的人 基本上是儒生 所以他们本来年龄也没有那么大 然后 身体也弱 因为平常在家里看树而已 没有 就是锻炼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他们可能 为了考武艺 天天要练武 这样子的话 他们的本业就是 有时候看如今 四十五经 然后 看史书这样子的本业 他们应该被齐的 县国曰 与林卫 我国清兵也 其中必多小勇者 前年西信时 过户战 过户位移 京阶善往 民中朝有树叶科 依此色科 聚会精臣 用于缓急为荡 所以在这里 对立的重点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 宣教要做的是 一般的两班 两班的 考文科 考生严精士士的人 要让他们的想法改造 但是 丞相们他们说 于林卫 于林卫是这个国家的精品 这里面有很多勇猛的人 所以前年西信的是什么时候 1592年 爸爸战争的时候 他们避难 向西边避难 所以这个时候 于林卫的士兵 他们参战 然后 护卫国王的行列 但是现在因为战争 那么激烈 所以都上网的 他们想要做的是 以前民中时代 有树叶科 所以他的想法是 树叶这种身份上 比较低的人 让他们来担任有关武的事情 那两班他们 有关文的事情就可以的 他们这样 所以 现在社科 因为可以参加的是 树叶 身份比较低的人参加 然后他们 合格的人 先聚在京城 然后很紧急的情况 用他们就可以的 他这样回答 然后呢 上约 羽翼树叶许通 公司建为两 则常人皆习无以 所以 宣主的想法不一样 这个我树叶许通 这个政策 是常人 一般常民的 习无的那个项目 但是 圣元金是这个方面 不是常人的 他在这里说什么呢 适于深境 则两班皆习无以 这是两班 他们的队伍的这种态度习惯 一定要改造这支宣主的想法 假使秀吉时 日本乃我国 与天地无穷之仇 此时岂可更居钱归乎 文庆上道风俗 仍有子兄弟 一子能闻 则坐于堂上 一子夜舞 则坐于亭中 如是如历 国家自有今日 尽上道勿之也 不过他在这里提出 圣元金是要 让考生考无益的 就是两班 要让两班他们 要天天列武的 为了这个而做的 为什么呢 假设奉承修集 死掉也 日本跟朝鲜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两者不能并存的关系 两者不能并存的关系 所以现在 不可以拘泥以前的这个规定来犹豫 改这个规定 然后他说 听说青山道那边的风俗 一个家庭有兄弟的话 一个能吻 一个能武的话 能吻的孩子 被宠爱 但是能吻的孩子 他奴隶一样 所以他认为国家现在有这样子的 碰到这样子的获展 就是青山道 丹戮国家的 他这样想 所以 在这里发现 他想要改革的是 两班的这种想法 他们对武的态度 想要改革 然后他举个例子 有什么样的例子呢 习陆向山交子弟习武 王阳明善其社 我国子时车子 你交子弟 习文武为了道 圣武为了 看中国吧 中国陆双山 王阳明 他们叫学生的时候 让他们也要练武 王阳明 他骑马 或射减都很好的 朝鲜的话 不是这样子 只让他们看书而已 然后文武 要分开文这个武 然后忽略这个武的 这个是朝鲜的弊断 所以呢 那 城下有什么回答呢 宪国曰 于四千 正南中 皆一时明事 而公退 则美 池马 于木划管 祖宗朝人物 与金石不同 所以 宣祖 举个例子 他也要 要配合他 配合这个 国王讲的 因为 朝鲜时代也有一些 有名的 儒者 他们从朝廷下班以后 去 护华馆那边 要练 武 就是骑马 那以前的人物 跟现在的 文弱的人 不一样 他这样回答呢 但是 国王的想法 不一样 上约 人物 其于祖宗朝有义 习俗义言 嗯 他的重点 不是人人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 习俗的问题 他这样回答的 所以在这里 发现 宣祖本来比较对他的国 作为国王的评价比较低的人 但是 在这里发现 他好像 不是 无能的国王 他在这里 很正确的了解 朝鲜文弱的问题 那宣祖为什么突然 提起 声援经事是 必须要家考无益的 这是因为 声援经事是 是在朝鲜社会上 占有的 特殊一一的地位 以前讲过的 再一次提醒大家 朝鲜时代 定期实习的科举 有文科 武科 声援经事是 声援经事是 就是我们 略称 声进是这样子 还有 杂科 杂科呢 杂科不是两班考的 两班 一般的两班的 斯大夫家门 那边考的是文科跟 声援经事是 声援经事是 合格以后 可以参加文科 朝鲜出去的话 有这样子的法 所以朝鲜的大科 相当于 中国的 金事课 朝鲜的 金事是 小科 所以跟中国 不一样 在朝鲜 出去的话 通过小科 这个声援经事是 疑惑付大科的人 相当多 但是 就 规定来讲的话 不付小科 也可以直接 付 大科考试 所以 如生 如果 你想要 当官的话 不一定 必须要参加 声援经事是 但是后来 很多如者 考上 声援经事是以后 不会再 考大科 终生留在 声援经事这个身份 来 做自己想做的 所以声援经事是 合稿的人当中 不参加文科考试的人数 朝鲜后期越多的 所以 声援经事是的实习 可能 会 疑惑 因为很多人 职声援经事是考上以后 不参加 大科 这样子的话 如果他们的最终目标 是大科的话 可能 声援经事是也 逐渐 这个 考上人数 逐渐下 逐渐下降 但是 声援经事是的考上名额 越来越多 然后 朝廷 失习 没有中断的 为什么 很多的 儒生要参加 生命运经事 这个小课 又为什么 国家那么重视 因为儒生考上生命运经事是的话 这个是意味着 朝鲜收入已经肯定 认为 你已经是 儒家staff 作为儒家staff 参与收卫通知集团的资格 这个意思 所以 处于 还没 受官 任职的 结端的 很多 声援经事 他们留在地方 地区 然后在 对地方 对地方人民 施行教化 他们也 自己认为 我是 教化 人民的 那种 资格的人 因为已经考上生命运经事是 所以社会 然后他个人也认定 我是这种 统治阶层之一 所以生命运经事是导致朝鲜儒者 无论有关 或者无关 都承担着 不持朝鲜社会的功能 跟责任 这就是 朝鲜的历史上 支撑朝鲜王朝的 长治久安的 成为国家核心力量的 儒家斯大夫阶层 所以 我说 朝鲜 是儒者斯大夫阶层 支撑的那种社会的话 我所谓的儒者斯大夫阶层 不只有官职的人 没有官职 他们对精神上 最 对自己的认可 我是统治阶层 我要 有义务 教化人民 有这样子的想法 当初 朝廷的儒家 大官 他们 一跃反对 声援军事是必须要 采用 无意的 那种案子 他们所坚持的三文基础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他们没有因为朝鲜 招奉外无而至 几乎亡国的危机感 他们没有认为 不认为 这个 我们会 灭亡 然后第2个他们认同 战争 虽然是大乱 但是他们认为 更严重的 乱缘 并非来自外部的侵略 而是 自身造成的 所以他们战争期间或者战争结束之后 一直维持 伦理刚机的 重要性 然后第3个 上文 不止一种风气而已 这是文成的 存在基础 所以他们所提出的国家恢复方案 都以上文为基础的 因此将上文改为上文或者 两个都平等的 这种案子的话 他们不可能产生 因为他们 所有的不好的来源或者不好的原因 都这个上文 伦理刚机的问题 来找 如果他们说 因为朝鲜太过度上文 所以我们 逐渐要 扬成这个上武精神的话 那就是文成 他们儒家 存在的基础 变成很弱 所以 是他们一直 反对 这样子 宣主提出的案子 是应该的 总而言之 朝鲜如泽 他们虽然 历经 很多次的战货 日本两次 中国两次 这样 17世纪 16末期到17世纪 有4次的战货 但是 这个危机 并没有 让他们觉得 朝鲜上文之风 本身 已经产生问题 所以他们不认同 改编之身 而是如何维系 古来产生的 伦理刚机 其中 上文之风 乃朝鲜建国以来 不断的强化 朝鲜事大部精神 所造成的结果 朝鲜官民 他们对政府 无法抵御外伍的时候 如泽 他们仍然认为 渡过难关的 关键 就是文教 因此 朝鲜如泽 他们坚持 以上文经 为基础 从政 旗国 所以 宣祖 虽然 几次提出 生文经事 是要 加考 无义 的这个案子 但是 他们 统统 没有赞成 不赞成 这个 他的 案件 最后 提出一个 思考问题 人成为乱 丁尤在乱的时候 很多 朝鲜人民 被绑架到日本 然后其中 很多人在 长期 那边 贸易 的情况下 作为努力 卖到世界各地 有过这种事实 假设有 一位朝鲜的小孩子 在丁尤在乱的时候 1997 1998 年 发生的战争 被绑架到 洛伊岛 然后从长期 那边 被卖掉 到意大利 当奴隶 对这件事 各位有什么样的 感想 我们单纯同情 这个孩子 的促进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 建设新的思考呢 请大家思考看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